前天一立大功 晚就两个赛点逆转一藤美城 其主管教练徐辉一战成名 马林备受质疑 决局时间3月13日 乒乓球WTP新加坡大猛冠正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 在此前结束的两个比赛日中单打32强全部出炉 国平男女队各有8人出战 只有男队的向鹏和袁立岑两人输球出局 分别不敌日本军手张马智和与法国小将埃里克斯 其他14名球员顺利晋级到下一轮 而在北京时间3月13日下午进行的比赛中 滚双出战的樊正东王满玉组合 以3比2的比分战胜罗马尼亚组合 约内斯库斯索克斯进行到滚双8强之中 国平男队的王楚钦和梁金坤二人 军事3比0的比分分别战胜加拿大华裔选手王真 和中国台北军手冯一新顺利晋级男单16强 而国平女队则遭遇重创 13日下午出战的三名球员陈梦 王立迪和范思奇全部输球 只不与女单32强 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率先出战的是女单世界排名第三位的王立迪 对阵比其小4岁世界排名第21位的日本军手 平野梅雨 王立迪一上来就先输两局 不过之后调整的不错 连班两局将比赛出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中王立迪一度以10比9获得赛点 结果被平野梅雨连得3分 至此以10比12输断了决胜局 目送对手关乎晋级 紧接着出战的是世界排名第12位的范思奇 退战的是世界排名第39位的法国华裔老将袁家南 前两局双方战至1比1平之后 范思奇直接掉线 第三局和第四局分别以1比7和1比9被对手打崩 连丢两局之后大比分1比3不敌袁家南 无缘女单16强 而在王立迪和范思奇接连输球之后 接来陈梦迎来登场 国民女队急需要一场胜利来稳住局势 而陈梦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42位的罗马尼亚33岁老将萨玛拉 这名球员可以说没有什么名气 在赛前想必很多人都认为陈梦会轻松赢下比赛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前四局双方战至2比2平之后 局上局陈梦一度以5比1取得领先 之后萨玛拉回敬陈梦一个6比0 至此将比分反超 双方战至8比8平之后 萨玛拉强势的连得3分 至此女单世界第二陈梦被淘汰出局 根据国际拼战的规则 在陈梦奥运积分的2000分准失之后 很有可能失去女单世界第二的位置 这无疑对于陈梦本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消息 到了13日晚间 国民女队又有三名球员迎来登场 分别是陈姓彤、张瑞和钱天一 其中陈姓彤3比0横扫了韩国华裔美女田智希 张瑞3比1战胜匈牙利38岁老将波塔 前天一对战的是国民女队最大竞敌 日本新手伊藤北城 这场比赛受到了球迷高度关注 前天一比伊藤北城大一岁 女单世界排名第22位 而伊藤北城高居世界第5位 论整体实力 伊藤北城还是占据上风的 比赛一上来 新年一对伊藤北城的发球非常不适应 很快地受到了第一局 第二局前半段 新年一在揭发球方面做得不错 一路以8比6取得领先 不过之后伊藤北城连得4分 关键时刻 新年一同样连得4分管理颜色 以12比10赢下了第二局 第三局开局阶段 新年一将比分咬得很紧 4比4平之后 新年一连得2分 之后双方又站至8比8平 关键时刻 新年一连得3分 以11比8赢下了第三局 大比分2比1取得领先 第四局 新年一4比1取得领先 中段7比5领先之后 伊藤北城连得3分 新年一追至8比8平 之后双方又站至9比9平 关键时刻 新年一单板质量下降 还是没有顶住 伊藤北城连得2分 以11比9扬下了第四局 将比赛通入到了决胜局 决胜局中 伊藤北城2比0取得领先 新年一连得3分 之后双方从3比3平 一直站至8比8平 比赛非常紧张与胶着 关键时刻 伊藤北城连得2分 10比8拿到了两个赛点机会 此时 前天一请求着暂停 暂停中 其主管教练徐辉可以说非常冷静 可以说徐辉的态度给了前天一很大信心 比赛回来 前天一连得4分 以12比10逆准了决胜局 至此以大比分3比2 赞成一堂尾城 不得不说这场比赛 前天一发挥的非常不错 而其中央教练徐辉更是幕后英雄